蔡英文總統候選人 還沒當上總統 她竟然就在這樣子的一個文圈裡面 說總統蔡英文 候選人三個字都免了 自行宣告當選 那還沒當總統就自封為總統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 我們看到由蔡英文呢 她的這個跟彰化的陳文斌候選人 她們要發出她們聯合競選總部的這個品書 她使用的公文公布是一般的 竟然是我們看到吳醫生手上 拿著這個立法院 很大的這個立法院三個字的 這樣子的一個公文的信封 我們要問 為什麼蔡英文還沒當上總統 就可以自封為總統 彰化的這個陳文斌候選人 還沒當上立法委員 她就開始行使立法委員的資格 這個已經在網路上好幾年了 第一行字稱是無敵不要臉 自封為總統 這是黃毅友所嫁的 這不是我們黨談嫁的 但是總統蔡英文立委吳秉睿 是的吳秉睿是現任立委 所以他們在新莊所謂的點亮台灣的活動裡面 可是蔡英文才是總統候選人啊 請問如果今天是寫總統朱立倫立委吳俞昇訓 那請問民進黨會消遣批判罵成什麼樣子 這個東西在網路上傳這幾天 我們沒有動它 是因為我們想看蔡英文會不會發出聲明 結果都沒有 這代表什麼心態 代表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已經很痛啊 我還要動算啊 我還是要這樣做 請問這個心態跟陳水平有什麼不同 然後再來更嚴重的就是 你公然跟你的立委候選人使用立法院的信封 而且你這個立委候選人陳文斌 根本不是現任立法委員 你憑什麼可以用立法院的工工來發 憑什麼 所以這裡面我們認為 這個裡面有嚴重的違反問題 有人說他違反侵占公務的問題 侵占公務的問題 那也許他違罪 可是對不起喔 這不是只有這一封喔 他是大量激發 大量激發有沒有構成明確的罪嫌 所以蔡英文這兩件事情 縱容他們的人這樣來做 一個是現任的立委吳秉瑞 一個是連立委都沒選上候選人陳文斌 這代表著蔡英文囂張的心態 代表蔡英文不守法的心態 代表蔡英文目無法際的心態 這幾件事情包括宇昌案 蔡英文不知道利益迴避 而且大家別忘了過去他有領18% 而且還罵18%的紀錄 那今天我們看到還沒當上總統就自公委總統 並不是立法委員 那他也放縱 讓他用立法院的公文封到處寄放 這個整個競選的資料 我覺得這所有事情串起來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總統候選人的 政治道德的高度在哪裡 所以我會跟您打敗 影片說最後一記 最新的一記憶